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 可以把你的闲置照片拿来赚美元的一个非常厉害的软件 叫做DeepMade 那么很多摄影师朋友可能会觉得 自己的英文不够好 用这样的一种英文软件 怎么样可以去赚到美元 其实这款软件非常的容易使用 然后我会在后期的教程当中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现在语言这一关 我们有手机还有网上很多这种翻译的软件 都可以非常轻易的实现我们这种语言的障碍 不是很大的问题 好 那我们先来介绍这样一款软件 什么是DeepMate DeepMate要介绍它之前 首先我们要去了解这样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可能大家在国内 偶尔可能会听过 就是叫Getty Getty 据我了解 在中国这边有一个最大的合作伙伴 但是视觉中国 视觉中国应该是代理了 Getty在中国的一种独家销售权 所以的话呢 Getty的一些图片在维持局上 就是视觉中国的网站上是可以被收到的 那么Getty作为世界范围来讲呢 它是全世界目前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图片代理网站啊 它呢整合了两大平台 一个呢是它传统的叫Getty Images 这个平台呢是 之前是一个很很很正式很传统的啊 很官方的就是到目前为止也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图片平台 那能够在Getty上面成为代理摄影师的人呢 怎么应该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人啊 而且现在呢非常难进入到这个Getty Images里面啊 据我了解 中国可能也有一部分摄影师呢 在早年投入这个行业比较早的话呢 还是进入到了这个平台里的 那么我就要介绍另外一个平台了 叫S-Doc S-Doc呢 它呢目前也是属于Getty集团的 但是呢这个S-Doc跟Getty Images会有业务上的一种区分 S-Doc这块呢主要做的还是一种 我们叫做威力图片 就是图片数量也很多 但是呢每一张图片呢都是自由版权的 可以多次下载任意使用 按照图像的大小呢来付费 那这样的话呢 每一张照片在S-Doc平台上被销售的话呢 摄影师呢会分到几美元的一个提成 那么有同学说几美元好像很少 但是因为这个平台呢 它的用户量非常巨大 所以它这个下载是非常 次数是非常多的 如果你这样图片的质量比较好 会被多次下载 那这样的话呢 你如果从一个长远的一个时间线上来考虑的话 虽然单次的一个下载额也就是几美元几十美元 但是呢如果一直长期下去啊 它的收入呢也是还是比较可观的啊 尤其呢像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美元 对中原的汇 对人民币的汇率也是比较走高 其实呢还是比较有利于我们在国外的平台上赚取美元的 那么DeepMate的软件呢 就是专门针对Gateek S-Doc这个图片平台啊 所出现的一款软件啊 是用来哪里管理你的照片的啊 就是你的照片呢 可以在这个通过这个软件呢进行上传啊 在这个上传之后呢就会自动的进行分发销售 然后可以看一些统计啊 然后可以知道自己照片的被下载次数啊 得到的每个月底的时候呢 会看一下呃一个销售的一个情况 那么最早呢DeepMate 其实是有一些在Gateek S-Doc上面的这些摄影师 他们独立开发使用的 因为呢呃官方的这个上传呢需要它的网站啊 然后网站的功能可能也不是很完善啊 所以这些摄影师就独自开发了这款软件 那么现在呢这个软件已经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认可啊 属于一个官方的一种软件了属于 那这样的话呢目前它的功能已经做得非常完善了 而且使用起来呢也非常的简单明了 那么使用DeepMate的好处是什么呢 尤其做我们中国大陆的摄影师啊 就是说我们免去了去登陆这个Gateek网站的一个麻烦 Gateek网站呢现在呢它整合了两大平台之后啊 叫做ESP网站 那这个网站呢实际上在中国是正常渠道是没有办法访问的啊 所以呢呃第一次要去这个网站上注册的同学 你可能就要自己想一个办法啦 就是你要去找梯子啊 然后呢去在这个网站上注册 注册完成账号之后呢 后续呢你就不太需要这个再去打开这个网站了 你呢就直接可以使用这个软件来登录你的账号和上传 那么第二个好处呢就是这个软件呢 刚才说过它的制作功能已经非常完善啊 你可以在这上面清晰明了的管理自己所上传过的和打算上传的图像 然后呢在这上面的编辑一系列的图像资料 然后进行上传还可以呢进行统计分析啊 每一个月的销售数量啊销售金融啊等等等等这样一些 它都以一种视觉化的啊 呃一种图表啊一种 视觉形式展现出来非常直观的给你看到这样一些小售情况 你可以知道通过这些销售情况呢 你就能够了解自己哪些图片卖的好啊哪些卖的不好 然后呢呃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 所以非常的功能还是非常强大的 呃关于这个软件的下载啊 那大家其实是可以直接打开它的官方网站叫DeepMeta 这个网站呢我之前在过内测试的时候是可以直接打开的啊 当然可能速度啊或者不同地区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看一下网站的首先呢就是这样 域名是3w.DeepMeta.com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面呢是getAmiters and sdoc 它们呢是一个官方的一个标志啊 专门针对这两大平台的 呃目前这个软件呢只支持啊有限的语言 当然就包括英文啊等等这样一些德语啊法语啊日语啊这样一些 不支持中文啊但是我后面呢会给大家做一个视频来介绍一下这个软件的使用啊 实际上它常用功能就这么多这些英文的话呢你用了几次之后就很容易记住它的一些功能了 然后第一次打开之后呢你可以点击这个下载按钮啊 马上下载然后选择一下你自己电脑的版本啊Windows还是Mac 下载之后呢直接安装就可以了安装过程很简单软件呢也不是很大 呃如果打开这个网站有困难的同学呢我会把这个软件呢上传到最新的啊上传的网盘 上传的网盘上的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视频下面的留言简介当中我会把地址呢贴在里面大家到时候呢去下载安装一下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介绍到这里啊我们只是一个先是一个短暂的一个介绍的视频 大家可以了解了之后呢先去把软件下载安装自己可以先摸索一下 然后后续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系列的视频介绍大家如何去注册啊 还有这些常见的一些平台的简介啊以及这个软重点的是这个软件的一个使用怎么样把大家的一些闲置的照片把它活起来 对吧它放在你的电脑里也是我觉得也是放着我就是找了一些自己平时拍的很 其实平常的一些照片啊就传上去 然后呢现在呢每个月呢还是能够得到一些零花钱的啊 所以呢大家可以留意我后续呢会发出一系列的视频 大家可以呢先关注一下我的投票号 后面的视频会陆续的给大家进行发布 谢谢大家